2021年3月11日,爱源线联合中国东方航空公司主办的日本爱源线推荐活动在户举行,向护上旅游业界相关人士推荐了最有魅力的旅游资源。 现场,爱源线国际交流客客长松浦和人通过视频从远方传来问候,希望中国游客在异侯复日旅游,亲身体验爱源之美,并享受当地的特色美食,鲦鱼饭。 据悉,爱源线位于日本主要的四个岛屿之中最小的四国岛的北部,以松山市为中心构成了日本三大都市圈之外的松山都市圈,有日本最古老的道侯温泉、松山城、内自老街、卧龙山庄等大量的观光资源。 同时,日本发达的飞机、新干线、JR等交通体系也为出行提供了极大的便捷,在爱源线还能乘坐面包超人列车。 为吸引到更多的游客在异侯复日旅游,主办方还推出了多个面向散客的超值产品和行程,包括四国铁路周游券,大大增强了自由行的便捷度和旅游体验感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